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句话说 年龄不断增长,容颜不断衰老 是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摆脱的梦魇 确实,时间最无情 无论你年轻时多么的天生亮丽 但是一旦过了中年 就算保养得再好 也不再是18岁的样子了 可是容颜的衰老并不代表着 在一心眼中你的魅力就一定会减退 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吸引 倚仗的从来都不仅仅是相貌 还有内涵,修养,气质 一切美好的特质 生活中不乏一些这样的女人 她们就算是到了中年 依旧有魅力 依旧能让很多男人心动 那么她们是如何能够摆脱年龄的魔咒呢 其实,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女人都会有这些特质 一,心态好 心态就像命运的一把钥匙 什么样的心态 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好的心态就像是春风微服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总能够有一个好的心境去面对 而不好的心态 就像是夏季燥热的天气 整个人都如同在火上炙烤 烦躁焦虑 以这样的心态生活 总会觉得压力很大 并且心中皆是烦恼 人生这辈子 心态就像是一个人的助推器 它会使每个人都走上不同的轨迹 悉尼家说 差不多任何一种处境 无论是好是坏 都受到我们对待处境的态度的影响 把自己的心态放正 积极向上的态度 能把一手烂牌打出银的精彩 若是颓废沮丧 即便是再好的根基 也难成大气 人的心态决定成败 心乱如麻则是一事无成 坚定自己的信念随遇而安 按照自己的诡计快乐的生活 才不会总觉得生活痛苦难熬 对得起美好意识的光阴 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主席戴安 年轻时却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并且和意大利作家阿兰在一起 当她还沉浸在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喜悦之中 灾难却不期而至 阿兰背叛了她和她的闺蜜开始了恋情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因为不久之后她的生意出现了问题 面临破产 身心俱疲时 她被医院确诊为舍癌 仿佛所有的苦难一下子都打在了她的身上 让她的日子一下子变得无比凄惨 但是她并没有抱怨命运不公 也没有就此沉沦 而是重新扬帆起航 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美丽动人 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 重新开拓自己的视野 最终她创造出了世界圈 世界的顶级品牌 到了五十多岁 依旧能让整个时尚圈为之惊艳 人生总有些事是无能为力的 既然避免不了那么 就让它成为过去 过去的多想也没有用 不如拿出更多的精力去尝试 让有限的生命创造出新的奇迹 心态好的女人 不怕失败 不怕尝试 总能够在生活中发现新鲜感 心态好的女人 总是能活得很坚韧 活得有希望 女人或许不会遇到好的际遇 不会遇到懂得珍惜你的人 不会有一直平顺的生活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都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努力地去做最好的自己 没有人可以选择人生路的长短 但是我们能够决定自己的路 该怎么样去走 心态好 生活才会有希望 心态好才更懂珍惜 心态好更能活出自我 女人到了中年别再埋怨命运的不公 其实你拥有什么心态便会拥有什么样的命运 珍惜拥有的 释怀释去的 努力地活着 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二 经济独立 足够自信 自由撰稿人 净水 说过 人生是自己的 只有不依附于他人 才能真正活得漂亮 前不久 42岁的萧女士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后悔 曾经的我 也算是我们那里的风云人物 不光长得漂亮 又是大学生 毕业后进入了不错的企业 所以父母也因为我沾了不少的光 可是 曾经那个优秀的我却在步入婚姻后 就收敛了自己的光芒 安心地做起了家庭主妇 老公也算是成功人士 我们在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已经经营这两家公司了 所以嫁给他后 我就安心地 过着自己父太太的生活 老公其实很疼我 对我的要求都会满足 甚至给我父母送了一套别墅养老 所以 父母对他也是非常的满意 满口满嘴 都是我的女婿有多厉害 对他们有多好 听到父母这样说 其实我很幸福 也认为自己可以这样一辈子无忧无虑地生活 可是结婚时间长了 随着我曾经的美貌渐渐地退去 老公似乎不再那么疼我了 甚至有时候晚上都不回家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难过 觉得他不爱我了 还怀疑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了人 所以便和他吵了起来 也因为那次吵架 我们开始了冷战 他搬去了另一处住所 再也没有管过我 那时父母已经老了 我也已经四十多岁了 如果没有经济收入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 我只能拉下脸 去找他要钱 可是不光要不到钱 还被他用言语伤害了 说我这样 都是自己活该 他养了我十五年 已经够了 以后不会再那么纵容我了 那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 女人保持经济独立有多重要 我因为爱一个男人 宁愿放弃自己的工作 给他过家 可是年纪大了 他竟然这样对我 所以自己非常后悔 当初自己没有继续工作 如果我一直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 保持自己足够的优秀 我想我老公 也不会在我容颜老去的时候 嫌弃我 甚至不再管我 经济独立是女人 最大的底气 它可以增加自信 让女人能够真正地做自己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当然 也正是因为这种 不依附不讨好 才会让女人 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这种气质 不会因为年龄而消退 反而会因为年龄而沉淀 会让人忍不住地欣赏 这个世界上 一心之间的行动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欣赏 真正经济独立的女人 她们眼界开阔 对未来有期望 对事业有追求 她们就像一颗明星 会让人想要靠近 想要让人拥抱 三 健身锻炼足够自律 认识这样一对夫妻 女人比丈夫大十岁 两人结婚的时候 男人才25 女人35 如果看年龄的差距 很多人会感到不可思议 一个25岁 正是好年纪的男人 怎么会娶一个 比自己大那么多的女人 可是如果你真的见过她们 你就会发现 这种婚姻并不是 女人在高攀 相反 女人真的配得上 虽然女人年纪大很多 但她经常健身 瑜伽 如果真的两人走到一块 你根本就不敢相信 两人的年纪差距 竟然这么大 对于得过且过的女人来说 岁月是可怕的 她们能做到的 就是等待衰老 等待魅力散尽 对于自立的女人来说 岁月是可爱的 不管年龄多大 她们都能凭借自律 创造出最精彩的人生 自律是一个女人 最高级的活法 也是一个女人 最大的魅力 自律的生活 充满了无限可能 自律的人生 从来不会被时间击败 每个人都在追求 更高的自由 可是你要知道 自由的前提 是自律 一个连自律都做不到的女人 又有什么资格谈自由 真正自律的女人 从来不会因为 生活艰苦而忧虑 从来不会因为 容颜衰老而惧怕 自律的女人 是越活越年轻的保障 自律的女人 能够在平淡的生活中 得到无尽的享受 40岁之前 女人可以尽情地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哪怕折腾一些也没关系 40岁之后 女人就不能再为所欲为了 40岁是女人的分界线 40岁之前看容貌 40岁之后看魅力 容貌见老是自然规律 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 去提升自己的内在魅力 才能让女人焕发光彩 成为王者 第一次见到姜姐的时候 我还以为她 才40多岁 后来才知道 那时她已经退休了 姜姐从不熬夜 早睡早起 也是她多年的习惯 为了保持身材 她严格地控制自己的餐食 每天都会健身 从来未曾懈怠 姜姐的自律 让她变得更加有魅力 结婚这么多年 丈夫对她依旧如初 由此可以看出自律 是幸福的源泉 自律也是精彩生活的保障 40岁以后 女人的衰老是以日 为单位计算 如果此时还不自律 那就真的会被他人取代了 每个女人都要明白 40岁以后 女人最大的魅力是自律 作者知秋说 花若有香 自有风蝶来练 人若有品 自有知音来伴 女人的魅力 从来都不会限制在年龄上 总是健身 锻炼 足够自律的女人 她们成熟 热情 美好 总会散发出一种 独特的魅力 这样的女人 就像是耀眼的太阳 自然会让一心心动 最终拥有美好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